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警察 因为我触飞天大道 我是警察 因为我侵查案件 我是警察 因为我维持宇宙的秩序 我是警察 因为我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是警察 阿四 你又是警察 有名叫交通四 指挥交通不就是警察 我的合情 罪恶不克性 你们全部都不是 我只是 警察哥哥 难道每个都要像你那样高大威猛才可以做警察呢 是啊 我这么正义的人都说我不是警察 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你们五个加上所做的事才是我们警队工作的一部分 那你们警队不是做很多事 那 我知道你们其中一个职责是什么了 让我用轻功代表你们警队去介绍一下这个职务 记得换回衣服啊 不要失礼人了 作为罪恶黑星 我们的职责当然是随无安良 就是防止罪案发生啦 所以 我们每天都在街上巡逻 防止网人有机可乘 我们亦会和居民 谈论区里面的治安情况 看看有没有坏分子在区里面倒乱 顺便又和居民搞好警民关系 这样对于防止罪案很有效的 如果件案件是涉及严重罪行 或者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特别是与三合会有关的 那O记 即是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便会接手处理 在O记里面 各个警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如果不是 他们怎么可以担持重任呢 说到警队精英 谁都不可以不提特别职务队 即是俗称的飞虎队 飞虎队装备精良 训练严格 他们通常都是负责应付严重的刑事案件 例如案件涉及高度危险性的罪犯 挟持人至亚感 那飞虎队便会出动 并且以最快的时间制服犯人和控制场面 他们另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反恐怖活动 以确保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怎么样 介绍得很详俊 都不错了 不过我们的同事还要兼顾 尼岛和香港海域的巡邏和警务工作 尼岛的警务工作 和香港海域内的巡查工作 由警队组织里面的水警负责 他们经常利用各种水警轮和船艇去执行职务 好像倒截非法人兴者 反走私活动 以及一切非法的海上犯罪活动 至于管理线的巡邏 便会交由野外巡警队负责 我听说香港的警队征查本领很高 香港的警务人员 每个都接受过严谨的专业训练 所以他们每个都自勇相传 他们还有一个好帮手 猜不猜到是谁 对了 就是警犬了 警犬队的警犬 全部都接受过长时间的特殊训练 他们经常协助警队 偵查案件 以及进行反罪恶行动 例如 有什么反罪恶行动呢 对了 真醒目 警犬有敏锐的臭角 追查毒品 以及追踪罪犯 他们就自勇的了 每年 警犬都帮警队拿不少大功的 再撲合一个庞大的刑事记录处存库 那里存放了很多记录 例如 定了罪的罪犯 通缺犯 失踪人士 装物 塞车等 至于指毛记录 就由鑑证科的总指毛档案室负责 那里还有一个 24小时提供姓名索引的电脑系统 他们的偵探头脑 连福尔摩斯都称为一哥 到我说 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维持秩序 维持秩序? 嗯 不是这样啊 应该是这样的 香港地少人多 特别是在节日人多的时候 例如年宵花市 聖诞节前夕 警队的任务就更加重要 这个任务 很多时都会由机动部队负责 也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男母子 他们除了要限制人群出入擠逼的地方之外 还要指挥人流方向 和处理突然发生的事情 你看看这么多人 少些训练有数的警察 都未必控制得住场面的 你们一个一个 还可以维持秩序的鸟仔 这么简单 非天立 你对我们警队有什么看法? 我和你们简直是志同道合 我拥有一火善良的心 像你们香港警察那样 落于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好像… 挡西路的小朋友 问路的游客 有时 不知车死了火 阻塞到交通 警察都会帮忙推车 遇到一些天災人 好像山泥傾瀉 灾难性的大火 他们还会焚迫故身 协助其他部门的人员 去拯救居民脱离远境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我了 是很值得居民敬爱的 你们大家不要这么吵 现在是时候到我阿四说话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之一 每日在道路行走的车辆不计其数 所以警察也要负责疏道交通 和确保道路安全 如果遇到司机或者行人违反交通规则 警察会口头警告 或者发告票给他们 希望他们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其实警察不只是懂得罚人 和抓人去坐牢 其实警察为居民做很多事 好像遇到大塞车 他们就会在先头部队去疏道交通 如果有交通意外 他们除了调查意外发生的原因之外 在紧急的时候 他们还会和伤者进来急救 如果香港没了警察 你们想起香港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我們五個人齊心合力,那就是警察 那就是最有黑聲了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好,我們一起叫口號 好 有我們罪惡不合性,壞人客到晚期期,天下太平同我們 要真正做到天下太平,不單只靠我們,還要靠你 警察哥哥,你不要再在我們合體的時候撥走我們 究竟誰才是真正的最有黑聲 香港每一個居民都是,由公公婆婆至小朋友 他們什麼本領都沒有,怎麼都最有黑聲 那你就錯了,他們最厲害的武器是正義感 警隊可以很快地抓到那些壞人 很多時候都是靠居民挺身而出,舉報罪案 然後才可以將那些壞人承之於法 現在那些居民很聰明 是小朋友都知道,舉報罪案一定在自己安全的情況下才好做 如果不是,罪惡黑聲都會變成災聲 根據我的偵探模緝,居民一定有其他方面 可以幫助警隊撥遍罪行的 就交給我們去查一下 好的 還找不到你 其他舉報罪案的方法 還有 罪案資料由簡 罪案資料舉報熱線 得了 除了舉報罪案之外 居民挺身而出 去指證罪犯 這樣都會有著撲滅罪行的 警隊為了令居民安心地出庭作證 特別成立了保護證人組 這樣居民在做證人的時候 就更加安心了 得了 好 經過我研究了這麼多個犯罪個案之後 我認為如果市民能夠時尚提高警覺 以及做一切的防盜措施 好像… 經常留意周圍有沒有可疑的人 入屋後要鎖好鐵閘 關門前要記得拿回鎖匙 不要隨便開門給陌生日 如果要出街 出門前 就要檢查清楚 所有門窗是不是已經關妥 當然 如果家裡能夠裝上可靠的防盜設施 那就聚理想了 如果居民做一切的防盜措施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食 這樣已經幫到警察後面罪行的了 嗯 行了 喂呀 你想到居民怎樣才能幫助我 警察後面罪行嗎 想到還想跟你到處走嗎 我一早就要擺出一個勝利的姿勢 爸爸 你對將來我們的寶寶有什麼期望 我當然希望他能夠有自己的成就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做一個奉公守法的人 嗯 可以嗎 可以嗎 告訴你 就是奉公守法 如果每個人都遵守法律 沒有人犯罪 這樣就可以回到警察後面罪行 現在連這些小孩子都做罪惡黑星 這次我想不做好人都不行 請走 可以嗎 請教堂 可以嗎 請教堂